菲律宾船只遭到中国两艘海警船 发射强烈水炮前后夹击 从第一视角看 水中冲击船只力道猛烈 护栏还因此断成两劫 菲律宾当局指控中国 30号在南海黄岩岛附近 攻击飞方两艘船只 北京当局行进猖狂 外界开始担忧 中共军阔正试图冲破 美方岛链围堵作战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 印太事务官员说法 表示美军计划升级第一岛链防备 从以往聚焦东北亚建立大型军事基地 方向开始改变为 在印太各国部署规模较小 但机动性更强的据点 让作战空间更具弹性 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从以往五座扩展到九座 除了加强南海防备 美方也在日本冲绳部署 陆战队滨海军团 同时提供四百枚战斧巡航飞弹 能够从一千八百五十公里外的地点 进行两栖打击 美国总统拜登近期更通过 八十亿亿美元的印太安全援助法案 提供台湾军事资金抗衡中国 中共视岛链作战为紧箍咒 美方协同勿害盟友 改变常规作战思维 避免中国持续嚣张跋扈 侵犯他国主权 三内新闻系统报导 三内新闻系统报导